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九期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第八期 其实我是在三个月前录制的 三四个月前 比较悠久 我用这几个月 我正好用Swift UI做了一个项目 加深了一下对Swift UI的理解 那么咱们今天开始 继续恢复这套课程 好不好 不过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咱们闲言少续 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们的标题 MVVM模式 这叫什么 这叫做一个模型仕图 模式图模型的最新的开发模式 是这样 以前咱们在开发系统的时候 更强调的是MVC 对吧 其实咱们现在如果开发手机APP的话 咱们其实用的更多的是这个MVVM模式 这是一个什么模式 大家请看 这个就相当于是 这个地方我给您简单做一个总结 相当于是说 模型 控制器 然后呢 试图模型 再加上一个试图 这么一个模式 以前咱们MVC模式 是开发几乎全战的应用 那么咱们这个MVVM模式 是干什么的 仅仅开发客户端应用 也就是说 它是为开发客户端应用 准备的这么一套开发模式 好不好 然后呢 咱们如果说在数据库 在这个服务器端 咱们如何读取数据库 那么您还用您的MVC模式 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的理解 咱们在客户端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iOS的应用程序 安卓也可以 VUE的APP也可以 咱们如果遵循MVV模式的话 咱们可让咱们的代码呢 更加的简洁 分工的更加的明确 比如说 哪个地方存咱们的模型 哪个地方存咱们的试图 哪个地方把咱们的试图和模型的关联起来 就用今天我给您讲到的这个模式 好不好 我这有张图片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左边这个view 就是咱们的试图 或者说叫做画面 什么画面 比如说您的用户登录 login画面 可以吧 比如您商品一览画面 对吧 这只画面 最右边model 这相对什么 这相对是咱们的模型 比如说商品有哪些个字段 对吧 用户表有哪些个字段 它这个模型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和数据库一 和数据库中的表 是一对的关系 就可以 然后咱们把这个试图和模型中间 用这么一个viewmodel 把它关联起来 也就是说 以前咱们如果没有这个viewmodel 这层的话 那么咱们模型的这些实力 会直接定义在view当中 不便管理 很混乱 那么咱们如何组织好客户端的 这些类的开发 以及角色呢 咱们就引入了这么一个viewmodel 这个模型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login画面也好 咱们的这个商品依赖表也好 咱们所要准备的 所要用到的数据模型 咱们在模型中定义 然后呢 咱们这个具体的view 这个画面 用到哪些个内容 会有哪些功能 它如何存取后台的数据库 的具体的商业逻辑 是写在这个viewmodel里面去的 好不好 这是这个图大概的意思 今天呢 我就给您 咱们编一个APP 简单的把这个框架 给您实现出来 咱们看看效果 好 我把这个图片先关上 咱们开始 最近有点感冒 好 大家请看 我今天给您做的实战演习的话 一共有这么三个类 大家请看 这第一个 book 这是咱们的一个书 是吧 书本的一个模型 对吧 有标题 价格 作者 对吧 OK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myhomeview 这个就是咱们的画面 对吧 然后我这还定义了一个 注意看这个地方 还定义了一个view模型 把这两个类关联起来 好不好 OK 咱们马上看代码 代码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您这个概念理解之后 这个代码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质疑 咱们看看 首先这是一个书本了 这是一个标准模型 我有什么字段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两个字段 一个是书的标题 一个是书的作者 对吧 您说您的数据库里好多 比如出版日期 比如价格 您在这地方都可以定义 和您的数据库表 一一对应就可以 OK 接下来 咱们往下看 接下来这个地方 咱们声明了一个视图 对吧 这是标准画面 上屏栏表 都可以 在这个里面 我并没有直接引用 咱们刚才那个书的模型 而是引用了 咱们的这么一个 视图模型控制器 咱们引用它 通过这个类 咱们读取到 数据模型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显示在画面上 对吧 OK 这个是咱们的视图 上面呢 这个是咱们的模型 对吧 那么怎么关联呢 就用到 大家请看我这个名称 前面是视图 后面是模型 我把它组合在一起 叫做视图模型 对吧 OK 咱们看看这里面的内容 首先 它是一个可被观察的对象 然后呢 它在这个类里面 它定义了一个 大家请看 书本类 也就是说 这个类呢 我是作为我这个视图控制器 所要拥有的属性 或者说状态 对吧 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它是一个出版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可被其他人所使用 所观察 可以被修改 好不好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处置化的构造函数 没说的 给咱们这个处置化内容 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处置化 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说 我因为今天做的是个简简单单的例子 所以说我在这个构造器里面 把咱们这个模型 进行一个处置化 这个地方 您可以在这个类中 编写一些个函数 干什么 去存取API 或者说数据库服务器里面的信息 拿过来 处置化 然后呢 附给模型 附给view 好不好 OK 这下面没说的 这是生成一个APP title 把咱们这个book info 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封装 然后呢 返回给view 好不好 OK 这是咱们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马上给您建一个APP 咱们简单的运行 跑一下 好不好 OK 开始 大家看这边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了一个 这个 IOS的工程 这个我用的是Xcode最新版 应该 我没记错 应该是12.3 好不好 咱们马上建个APP Let's go 好 我这个名字就叫做MyApp 没有问题吧 然后是这样 因为是这个 我是最新版 所以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这个Suite UI的生命周期 如果您是老版本 您还是在Xcode 11的话 您可能默认的是这个UI Key的生命周期 既然X12它支持这个Suite UI的生命周期了 咱们就用这个生命周期 非常好 今后我会给你讲到它里面那些个细节 好 那咱们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 我就存到桌面上 没说的 然后我把这个屏幕 咱们最大化一下 然后咱们开始给你讲解一下 好 一上来 一上来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咱们一个初始化的这么一个view 这个咱们不管 因为咱们要完成咱们的这个MVVM的模式 所以说呢 咱们从上到下 把这类都在我的这个项目中建立一下 首先咱们先建立这个模型 book好不好 怎么建 看一下 为了让 因为咱们的项目中不可能就三个文件 咱们会有很多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文件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做一个目录的规划 怎么规划 您看我给您规划 规划 在这个上面 咱们既右键 然后选择一个group 其实这个group就像是文件夹 对吧 咱们建一个view 也就是说 咱们今后所有的view都会放在这下面 然后咱们再来 试图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模型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试图模型关联的 试图模型 可以吧 那么今后我所有的模型的文件 比如那本书 对吧 都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或者说放在这个组下 都可以 让我所有 我项目中所有的画面 都会放在view下面 对吧 我项目中所有的这些个控制器 都会放在viewmodule下面 没有问题吧 咱们开始做 首先咱们现在在这个module下面 咱们先建一个 今天咱们的模型 书 book行吗 这个咱们是一个swift file 对吧 咱们就叫做book book 没有问题 然后我把咱们代码拷备过来 这个代码 我最后都会放到gethub上去 您就直接拷备就可以使用 好不好 拷备过来 咱们有了一个模型了 对吧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viewmodule 湿度控制器也拷过去 先别拷 我得先把这个类名拷过来 拷到这个viewmodule下面 咱们再建这么一个类 这是标准的swift文件 没有问题 拷备过来 然后内容的话 把这个地方粘过来 OK 这样的话 咱们在这个工程中 有了一个模型 有了一个view的模型 或者说控制器 好不好 接下来 咱们再定义一个view 干什么 去引用什么 这个view要引用这个视图模型 而不要直接引用模型 再说一遍 好 咱们考 叫做myhomeview 没有问题 而且我的习惯 我的命名习惯 是把所有的view 后面我都加上一个view的关键字 咱们用的是这个 因为是view 所以用这个swiftUI的view 我希望大家也能遵循我的习惯 就是说所有的view文件 后面都加上这么一个view 以标识 这是一个UI 让用户可以看到的 不标识view的话 可能是一些个逻辑的 是一些个模型 是一些个控制器等等 反正我是用这个习惯的 在我这卡中感觉非常的好理解 你只要手动一敲 出现这个类 一看后面加view 说明它是一个UI 不加view 说明它是控制器等等 OK 先扫去view建完之后 然后咱们拷贝什么 大家注意看 首先我先拷贝到这个地方 把咱们viewmodel拷贝过来 然后我做成一个是观察的属性 其实是在这个代码 其实这个课件 我其实是在 Xcode1中进行的 编写的 所以说这地方我用的 还是这个observe object 其实这地方 咱们如果是iOS14的话 完全可以把它变成 state object 这家有什么区别 如果刚才的observe object 也就是说它的生物周期 不归这个view管理 但是如果咱们定义成新型的 最新的state object的话 那么这个view的 这个类的生物周期 是属于咱们本身这个view 这是它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 OK 咱们拷贝完这个view模型的话 然后咱们就要在画面上显示内容 怎么显示 咱们显示内容的话 当然要从viewmodel里面取数据 并且显示 这个地方我把它再做一下 稍等 咱们加上一个字体 title没问题 再给它做一个前景色 对吧 这样大家看起来比较的舒服 好 那么咱们代码编写已经完成 有咱们的一个模型书 对吧 有咱们的view显示这本书 同时咱们还有一个viewmodel 来控制这个书的初始化 报这个书从哪获得 或者说如何更新 如何再更新数据库等等 都是通过这个里面进行操作 好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运行 我看我一般采用的这个iPhone的模拟器 我一般喜欢采用这个iPhone8加 因为我现在我自己个人使用的 就是这个iPhone8加 所以说我测试 特别喜欢用这个iPhone8加进行测试 好 现在应该是正在运行启动 咱们看一下 好 这是正在运行 启动中 我的机器稍微有点慢 大家请看 为什么它显示的是hello world 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为什么它显示的不是我的这本书的信息 对不对 而且还有这个title 包括这个字底是红色 为什么没显示 对 是因为我的启动画面默认 还是咱们建工程时生成的这个content view 这当然是不行的 怎么变成咱们这个view 非常简单 在APP里面 这个就是这个Suite UI的生命周期了 在这地方咱们改它一下 改成咱们自己的这个view 然后咱们再运行 就能够成功的显示 OK very good 没有问题 好 咱们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就给您讲解了一下mvvm的具体的编码方式 它就是一个客户端的编码的框架 希望您能够理解它 好不好 OK 我今天讲的今天是一个皮毛 如果有的朋友看完我这个视频之后 还是不太明白mvvm该怎么编写 或者说您在编写过程中 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我的代码放在哪比较好的话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给您解答讲解 好不好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